记者简慧如宜兰报道,外传前中有总座陈金德将回宜兰接任代理县长职务。 据了解,现任代理县长吴泽成将在本月27日请辞,中央向吴泽成提出的职务包含台电中有董事长与监察委员。 民进党在宜兰县长的布局仍然物理看花,目前已有民进党宜兰市长江丛元立委陈欧珀和东山乡长谢灿辉表态参选。 近日又传出全运会结束后,陈金德将回宜兰担任代理县长并参选下届宜兰县长。 据了解,宜兰县举办的全运会将在本月26日结束,吴泽成则会在10月27日请辞代理县长。 中央已征询吴泽成出任台电或中有董事长及监察委员。 媒体询问宜兰代理县长吴泽成是否已经接到中央征询,即将出任中央的职位。 宜兰代理县长吴泽成表示,目前还没有答案,也还没有给出完整的答复,还在考虑,也要看未来的规划。